同学们在医疗圈有这么一句话叫做 内科医生怕头痛 外科医生怕腐痛 因为腐痛和头痛的病因 鉴别起来非常的难 也非常的多 你发现在医师考试中 比你分析腐痛的鉴别诊断是最多的 那我们组织阶段对腐痛 就一定要比住院医生还要搞得透才行 一般的腐痛 转移性右下腐痛 下肌医生都不会来找你看 他也不会请你去会诊 所以他要你看的腐痛 说实话都不是那么经典的疾病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先来讲一讲腐痛的常见原因 肌性腐痛包括 七十咖嚓的这么一大堆 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是腐腔器官的急性炎症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急性肠胃炎 腐腔器官的急性炎症 比如说急性肠胃炎 这个可以进去腐痛 第二呢就是空腔脏器的扩张 比如说肠根组胆道结石 还有一个叫泌尿结石 同学们 泌尿性结石 它的塑料管 它的肾脏 它实际上还算个腐腔脏器 你别把它漏了 而且它腐痛的时候 它是会影响到肠道的 有些同学做病案提的时候 就被忽悠了 我说个例子你就懂了 比如说这个人呢 是下腐痛 两小时 小便 难解 主字给的都是这种东西 小便难解 入院 他不说小便怎么样 他就说小便比较难解 就很通俗 好 下腐痛两小时 小便难解入院了 入院之后 他说这个人又下腐了 就拍了个片子 说这个腹部平变 X线提示 右下腐这个地方呢 这个少量机器 右下腐少量机器 右下腐少量机器 然后呢 他搞一个尿常规里面呢 尿常规里面呢 说红细胞啊 一个加号 好 然后问你这个人可能是什么病 一呢这个人是蓝味炎 二呢这个人是考虑泌尿系统的结石 三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肠味炎 同学们这就是助理考的 而职业是主制考的题 哎不错 我看到弹幕区 大家都成功的打出来了 这个题其实如果出现在考试当中 应该选结石 应该选结石 就这个人从他的主术 从他整个的检查来看 他更倾向于泌尿系结石 为什么 这个人主术里面有小便难解 那么尿里面有一个 一个红细胞的加号 看到了吧 所以倾向于结石 怕就怕什么呢 同学们看到了这句话 说X线出现右下腹少量机器 就这句话呢 可能会把部分同学呢 带去选长尾言或者是蓝尾言 这就是我要给你讲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有些同学会错呢 问题在于他的逻辑思维能力 这种联系的能力相对较差 就是知识掌握的还可以 但是逻辑实际上啊 思维能力就较差 我举个例子啊 疼痛同学们 腐痛腐痛 人在疼痛的时候 是不是真没领悟的 哎哟好难受啊 没有哪个疼的脸笑咪咪的是吧 疼的身上出汗 我问你这个是疼痛的一个表现 他身上出汗 我问你这种泌尿系结石的疼痛 它会不会导致这个人尝到 蠕动的异常 我问你会不会 你思考吧 是会的同学们 所以痛痛痛痛到最后肚子也胀啊 难受啊 到处难受啊 所以他痛了之后到肠道里面就蠕动减慢 所以他肠子里面是可以有少量机器的 或者说你在吃饭的时候 同学们你今天这种吃饭 你老是哈哈哈哈的笑啊 然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 一边吃饭 一边唱着歌啊 一边吃 一边唱歌 这个一边唱 一边哈哈哈哈笑啊 然后你吃完了下午 你就拍个副评片 你在肠道里面肯定好多机器 是吧 你今天晚上睡觉 你那被子里面叫人文人武啊 人文人武 所以你说是不是啊 哈哈 啊 因此这种题 你选结实 你还可以 你要选到蓝尾炎 长尾炎 说明您对这个知识之间的联系 还欠缺 没关系 我们今天把这个事讲了 大家听懂就行 好 那么脏器的流转 或者破裂 像长流转 这些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 穿口 啊 好 第四个腐膜的炎症 这个可以的 腐膜炎 是吧 腐腔内血管组织 你看小孩子 叫长细膜 上 静脉 酸塞 或者长细膜上动脉 静脉都可以啊 酸塞 这小孩子比较多见 他也表现为这个 腐痛 啊 你总觉得这个孩子 是不是套蝶了呀 啊 这个孩子是不是这个 蓝尾炎了呀 但是你没想到 他的血管可以酸塞 第六个腐壁 那么 带状炮症 这些前面都讲过 是吧 胸腔疾病 可以导致 急性腐痛 胸腔疾病当中 比较典型的是 大一性肺炎和肺痕死 对不对 啊 大一性肺炎和肺痕死 你看大一性肺炎和肺痕死 可以导致 我们腹部的这种疼痛 什么原因呢 稍后介绍 还有腐型过敏性止癫 全身有止癫 这个人肚子还痛 还变血 那么它就是一个腐型过敏性止癫 所以大家看 急性腐痛可不一定都是 我们腹部疾病 你看 这是腹部疾病 这是腹部疾病 可以导致腐痛 胸腔疾病可以引起牵涉痛 也表现为腐痛 这就是中国古人讲的 叫看山式山 看山式山的阶段 你只能掌握一和六 一到六 这叫看山式山的人生阶段 你说我觉得肚子痛 那就是肚子的病 这个只是看山式山的人生阶段 那么我们知道人生的第二阶段 是看山不是山 看山不是山的阶段 你就能读得懂七和八 当你走在山爬山的时候 你想我爬山 看的不是这个山本身 是不是啊 我看山不是看山本身 我是看山的这种危恶 山的这种坚韧 山的这种挺拔 山的这种倔强 山的这种不屈 我看的是这个 就是说我下次 我看到腹部疼 我就知道了 它不仅有肚子里面的病 导致的腹部疼 它还有全身的疾病导致腹部疼 还有腹部疼 而且胸腔疾病导致的腹痛 这是你的第二个人生阶段 就是你的水平到了第二个人生阶段了 就看山已经不是山了 就说腹痛在我看来既是腹痛又不是腹痛 为什么 第一个话既是腹痛 说明它是肚子里面的病 不是腹痛 说明它不是肚子里面的病 也可以导致腹痛 然后你再发展下去 就会到第三个阶段 叫看山还是山 这就是人生的一种通达的状态 万念皈依的状态 就是说这个人腹痛 在你看来 它就是个腹痛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能够看懂这个人的腹痛的机制 就当你有一天读懂机制的时候 就到了所谓通达的阶段 就到了所谓看山还是山阶段 因为你不管你什么疾病 你最后只要引起腹痛 一定是下面这几个机制 哪几个机制呢 内脏性腹痛 比如说某器官痛觉信号 由胶感神经传入脊髓 这是内脏性的腹痛 疼痛准不准确 不准确 描述的清不清楚 不清楚 是吧 有这样的人吧 第二 感觉呢 感觉呢 模糊 多样 就一个人跟你描述腹痛的时候 能描述个五六种疼痛的性质 一会什么 脚的痛啊 一会又是这个像火烤了一样痛啊 一会又胀痛啊 一会又顿痛 反正是多样化的描述 内脏性腹痛 常常伴有恶心 呕吐出汗 等自主神经兴奋的症状 所以疼痛 它不是唯一表现 它还有呕吐 还有出汗 等等啊 这些表现 跟它对应的是躯体性疼痛 躯体性疼痛 是必成神经受刺激 也就是定位极其准确 哪里痛 它马上给你指出来 我就右下腹痛 你在一摸就那痛的最厉害 叫定位准确 第二疼痛 剧烈而持续 中间不缓解 它没有更多的描述 它都不想跟你说话 你说你痛吗 所以真正躯体性腹痛 也就是外科腹痛的病人 你问病史 是很难采集到什么有效信息的 因为我以前 当了五年外科医生 我就问病人 我说痛吗 我说哪里痛 快给我搞 就这个啊 人家都懒得搭你 只有那些大妈们 外科腹痛的大妈们 她才配合力 啊 大妈们 痛吗 痛 就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然后到这个 到这里 你看就像那个 从那边一下就过来了 然后到这个下腹部 然后这个就 就上来了 然后就过去了 然后就 就那么 那一阵子就不能活了 就那么痛痛的 我好难受 然后又就肚子 我的大妈你讲完了 所以谁是内脏腹痛 谁是这个 躯体腹痛 我想大家应该都很清楚了 是吧 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牵扯痛 牵扯痛是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 它可能病变的部位 不在疼痛的部位 比如说内脏性疼痛 牵扯到体表的这一些个部位 叫牵扯痛 我们转移性 右下腹痛就是典型的 是吧 转移性 是典型的 所以 真正痛的人不说 说的人一般不痛 重的不说 说的不重 这是我这么多年 我的一个体会 好 这是大家是不是也有这种体会 重的人不说 说的人不重 好 那么关于它的发生机制 也是我们考试的一个重点问题 定位不清 感觉不深 然后 内脏痛 自主神经 定位明确 感觉剧烈 然后 躯体痛 腹肌狩猎 就腹肌刺激 比较明显 它有腹部的刺激 摸上去像一块板一样 摸上去腹肌紧张 这个大家都熟悉 都熟悉 所以 这句话 大家可以记一记 当然我估计 大家职业医师阶段都 学习过 这里面就复习一下 就可以了 如果你忘掉了 同学 那就记一记 好了 那么腹痛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它的什么 并音和机制 下面我们做一道题目 不属于躯体腹痛的特点是 下列哪一个 大家都知道 躯体痛定位很准确 是吧 所以正确答案 A肯定是属于的 不是我们这个题的答案 然后说疼痛比较强烈 也是对的 说有反跳痛 急紧张 也是对的 上节课 我就讲到这里的时候 砰一下子跳砸了 我下一跳 一下全黑的 整个世界都黑了 没黑 没黑我们就继续 那么腹痛随着体位而改变 体位而改变 你看我们有去年过的同学 还在学习 很好 腹痛随着体位的改变而加重 那肯定是吗 对吧 因为去体痛 它的刺激性比较强 因此正确答案 选择的是 常伴有自主神经 兴奋症状 大家知道自主神经 兴奋症状 比如说出汗 心慌 这些往往是内脏腹痛特点 它的主数特别的多 所以我经常说 我说说的不痛 痛的不说 只要是腹痛 躯体痛 痛的很厉害 它一般不说话 那说了默可名状的是吧 描述的很充分的 那么大部分是 所谓的内脏痛 对不对 我们上节课也跟大家介绍过 你看弹幕机同学都在回答问题 很好 好了 那么关于这个腹痛的题目 我们讲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腹痛的临床表现 我觉得诱发因素和腹痛的性质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是腹痛的性质 对吧 诱发因素 大家可以不看 我敢担保 所有考过职业医师同学 无论你干不干医生 这几个话 你肯定能强得起来 比如说 吃油腻食物之后出现的疼痛 那应该是什么 这个打狼言和打狼结实 有个同学说 直播的姿态小了 那么是不是可以 把你的这个手机横屏 或者是呢 使用这个电脑观看 好不好 那请我们技术老师 指导一下 这个怎么去把这个观看的时候 比例给它调整好 好 那么酗酒 暴饮暴食 跟一线炎有关 对吧 那么腹部受暴力作用 伴有休克的时候 干脾破裂 这个不说了 大家不要看 书上虽然有 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么腹痛的性质呢 这里面呢 典型的我上节课讲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截律性腹痛 第二个呢 是钻顶样疼痛 对吧 截律性腹痛就是溃疡病 溃疡病大家职业意识都学过的啊 分别是什么 叫做 魏溃疡英文叫做机忧 十二指掌溃疡疡的英文叫做低忧 机忧是什么痛啊 肠后痛 低忧是什么痛啊 空腹痛 对吧 这样我们就出现了这么一道题目 这道题目呢 大家看一看 以正发性脚痛 腹痛为特点的疾病 是哪一个 每次直播的时候 大家注意一下自己的收看环境啊 如果是WiFi环境的话 会不会有公共的WiFi 会不会有其他的同志 比如说在WiFi上下电影啊 或者是搞一些其他的直播课程 他就会有卡顿啊 那么如果WiFi比较稳定啊 没有其他人共用你这个WiFi 一般还是可以比较流畅的 我也试过 最近反正又不是疫情 那个腾讯的这个流量 还可以啊 大家呢 要注意一下 好了 这个题目不难 对吧 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我们上节课也讲过 选择密调系统 结石 什么东西啊 结石啊 结石是以正发性脚动为主 因为它啊 叫挂羊头卖狗肉的病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结石当中 最常见的是上吊路结石 这个呢 内科考的可能性不大啊 主要用于鉴别诊断 最常见的是上吊路结石 那么上吊路结石的石头 在哪里呢 我们都说圣结石 那圣结石是不痛的 同学们 或者说圣结石只有一点顿痛 所以我说它挂羊头卖狗肉 真正的这种脚痛非常剧烈的时候 就是这里说的 正发性加重的时候 它确实 石头不在肾脏里面 在哪里呢 在塑料管 而塑料管 结石会随着体位的改变而改变 比如说我站起来活动 或者我从家呢 打个车到医院 路上呢 颠来颠去的 可能从出租车下来 或者自己开车到了之后呢 你发现这种疼痛有环节 去查的时候 小便里面连个红细胞都找不到 有这种可能性 莫名其妙的痛了一下子 是吧 找不到原因 因为这个石头可能从塑料管就排掉了 因此 这个 圣结石的这个疼痛啊 大家要理解清楚 它并不是肾脏的疼痛 它是塑料管的这种脚痛 这个要区分开 好 这个题目不难 对吧 这些大家选自己 下一个题 上节课我就说了 它有一点点小争议 这个题目实际上是有两个正确答案的 第一个呢 大家看到了 溃疡的疼痛 溃疡的疼痛呢 它并不是这个 正发性的脚痛 它是位于上腹正中 这个没有毛病 对吧 溃溃疡位于上腹正中 没有毛病 正发性脚痛实际上是不对的 因为它主要的特点是节律性的上腹痛 溃疡如果出现突发的脚痛 那十由八九是穿孔了 对吧 所以它不是它常见的这种疼痛性质 所以这个题呢 B答案肯定是错的 但是C答案描述也欠佳 C答案说呢 疼痛的规律为近餐疼痛缓解 那么我们吃了东西之后 疼痛就缓解 肯定是十二指掌溃疡 所以这个地方是DU 而不是GU 所以C答案它其实也是错误的 也是符合提议的 那么服用脂酸剂可以缓解 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正确的 对不对 无酸无溃疡 劳累和烟酒可以诱发 这是溃疡常见的一个病因 所以正确答案呢 B和C 这个题目呢 是体干设计的时候有问题 它不是我们真体 是练习题 体干设计的时候有问题 所以正确的时候不会出现这种题的 正确的时候 除了专业实验能力的一部分题之外 全是单向选择题 这个大家要知道 那么总体上说呢 普通的难点呢 它并不在我们这个 普通的性质 普通的诱因 普通的机制上面 同学们 它不在这方面 因为我们大家在职业意识阶段都学习过 或多或少的脑海中都还有一点印象 这个印象考你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那么普通的位置呢 我们在各论当中跟大家介绍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基础知识嘛 主要提几个大家平时不大 去关注的问题 比如说普通与体位的关系 普通和体位有的什么关系呢 我们看啊 如果这个人长转反侧 这个词好像经常用来描述一些文学上的 一些情景是吧 长转反侧 比如说你思念 有首歌叫思念是一种病 你思念一个人 快长转反侧睡不着觉 这个是什么呢 搞了半天你是在思念回虫 它是胆道回虫 长转不爱 那么机型抚摸炎 大家都听出了 那一家伙未穿孔的 十二长穿孔 长穿孔 整个抚摸受到胃业 或者是胆汁 长叶的这种刺激 所以他的体位是绝对的啊 这个崩直的啊 蜷缩的 整个腹肌是紧张的啊 巨暗的 这个好理解 是不是 有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 就是这个病叫胃下垂 胃下垂呢 可能平时工作中我们经常遇到 但是在职业医师 助理医师和主治考试中 大家很少见到 大家了解一下 胃下垂的时候呢 他左侧位为疼痛 能够稍稍的一个缓解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说这个胃啊 他基本的位置啊 同学们我们的胃 如果从体表投影的 这种解剖上说 大家知道胃是偏左 还是偏右啊 就咱们从这个解剖的 这个体表投影上看 那么胃是偏左 还是偏右啊 你想一想 胃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那这样 对吧 偏左还是偏右啊 同学们 当然了 笼统的说嘛 他在这个中上腹部 是吧 那么我们非要细品他呢 那么你就 你品 你细品 你就知道他偏哪里了 说 同学们 四次肠好像在右边 对吧 如果说胃的解剖的话 胃好像 你看这个图 这个图就是我身上的的 就是我身上的胃 你看 所以胃实际上 他有偏哪里啊 偏左 同学们 他胃偏左 胃稍稍的偏左 那么胃捏膜的下垂了 他是往下呢 他是往他的反方向往下掉 对不对 所以他左侧胃稍微能够缓解一点 能理解吧 你就这么记 不要展开 你就这么记 胃在左边 所以我往左侧着睡的时候啊 那他不就回到左边吗 你想是不是 他本来就在左边 现在他下垂了 我朝左边躺着 在重力的作用下 胃就回到了左边 那么他的疼痛是不是就缓解了 就是说 他的胃是回到原来的位置 他不就不通了吗 能不能理解 这个能理解吧 各位 你想是不是 你那个胃本来在左边 很好 结果你下垂了 掉到下面 或者掉到右边去了 那你朝左边侧 在重力的作用下 你人朝左边侧 在重力的作用下 胀气不都往左跑吗 所以胃又回到了左边 回到了左边 不就回到了他原来的解剖位置 那人如果回到所谓正常的状态 他不就没有这种异常的疼痛的感觉了吗 所以你就这么理解 大家知道吧 不要记太多 你就记住胃在左边 好了 那么左臭胃 胃的下垂的疼痛 就能够减轻 好了 这个呢 知识 掌握了 其实呢 没啥用 没啥用 为什么没啥用呢 因为胃下垂的病人 他是我们医生的老师 他在家里面什么体位都是了 侧着睡 左侧 右边侧着睡 趴着睡 站着 躺着 靠着 最后他跟你说 我好像朝左边的能睡一回子 朝右边我就能通得实在受不了 他是 我经常说 我说我们医生的老师永远都是病人 你就是叫我们求法主求老 叫我们吴孟朝院士吴老 你就是找我们这个 其他的这个像上海交通大学富足医院的王振义 王老 对吧 你叫这个 这些专家们 你问他 你的老师是谁 他肯定说 我终身的老师是我的病人 我的病人 教会了我很多 冰冷的知识 因为你书课本上的东西都是枯燥的 他是从病人身上抽象出来的 然后落到纸上面去的 对吧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你看他这个专家讲话有水平 对吧 我终身的老师是我的病人 好 那么再看下一个叫十二掌于智症 这个呢 就是 膝胸胃和俯卧胃的时候呢 能够稍微缓解 这个考的很少 所以我没有把它颜色标黄 大家知道一下就行了 服务卫的时候 实际上 于是这个考的 几乎不是我们内科常考的病 反流性思惯炎 大家也知道 这个病人呢 肯定是不要睡瓶了 这个是我们职业医师的 他学过的 是吧 反流嘛 你睡瓶了 他肯定就容易反流嘛 因此这种人吃完饭之后 不论自己躺倒 对不对 就家里面的床啊 过去在农村 我们要求他 捡那个砖头啊 把他那个床头垫起来 垫两块砖 两块砖 两边的床头垫两块砖 这样他睡在床上的时候 他那个床就不是平的 而是斜的 他很可能这个反流性思惯炎就改善 就两块砖头就把病看了 因为反流性思惯炎 大家知道 有特效药吗 没有 你吃的奥美拉座只是控制症状的一个致酸剂 仅此而已 因为反流性思惯炎 它的病理改变 最核心的问题 是怎么样 大家还记得吧 是LES一过性的松弛 也就是 死管下扣腰机的怎么样 松弛 你有没有哪个说明书上说 奥美拉座能够使 使这个死管下扣腰机紧张呢 没有 奥美拉座没有这个药理作用 对吧 所以你吃奥美拉座 支持反流性思惯炎 说白了 只是减轻缓解它反传的症状 你不能够去使得这个 死管下扣腰机的松弛得到改变 那他在死管下扣腰机 松弛最后怎么又恢复了呢 还是他机体的这种适应 或者说代偿 所以他怎么好的 三分至七分痒 这个死管反流病啊 大家在临床中遇到了 你就要知道 药物为辅 改善生活方式 改善饮食习惯为主 这个如果不改变自己的 过去的传统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比如他老是喜欢喝龙茶咖啡巧克力 瓜子 啤酒 矿泉水 搅往边上让一让 是吧 就是火车上卖的那些东西 对吧 他老是喜欢吃这些中口味的就不行 好了 这个讲到这里 大家呢 印象可能更深刻一点 更深刻一点 好了 那么就讲到这里了 关于这种体味的关系 大家千万不要死记 有个印象就行了 尽量不要记 那么我们来看一道立体 你看看 我们会不会做这样的题目 如果会 你就叫做 临床综合思辨能力比较强 就符合一次性考过组织的这么一个要求 关于浮动的特点 下列叙述错误的是什么 首先 消耗性溃疡是周期性截律性上浮动 大家说对不对 肯定对 对吧 这是职业医师的知识点 毕大人说 卫年膜脱锤的时候 我朝左边躺着 可以缓解一点 我一想 黑手老道说过 这个位在左边 靠左边躺着吧 位就回到了他原来的左边 那他就缓解了 对的是吧 所以证据 毕大人也对 说反流思观炎 他站着的时候 肯定减轻嘛 那是必然的 重力的作用是下 下的 是吧 好 那么你再看 第一答案 说十二掌 预知症 说养魔位的时候 能够缓解 那么软炮破裂 月经济法 那你想 软炮什么时候破 那肯定是月经的时候 所以这个一答案呢 有没有同学说 老师他超纲了 这个你就不能骂我们这个 出题组 你说他超纲吧 其实内科大家知道 是所有科的基础 同学们 我上 刚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本科毕业就去上班了 后来读的研究生 本科我工作了五年之后 才读的研究生 我本科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也傻乎乎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上学呀 尤其我们过去的 这种传统教育 也没学到啥 就是背书 考试还行 真正的临床动手能力 是不强的 都是后来学嘛 那个时候不叫归陪 叫轮转 本科不定科 只轮转 那么老师就说了 说同学们 你们新同志到单位来上班 一定要把内科基础打好 那个时候我听这句话呢 觉得应该是官话 套话 老师的话 都是那种苦口婆心的 我以后 搞外科医生 我还需要内科 不可能的 内科温水煮青蛙 是吧 有什么意思呢 后来到外科 干了几年才知道 这内科基础 真的很重要 因为开刀 最后大家都差不多 那病人出问题 大部分是在说后 在ICU里面 是吧 在输入管理上面 对吧 在内环境紊乱上面 你没有处理好 那最后可能问题还出在 并不一定都出在手术台上 复科也是的 复典科也是的 所以卵炮 你就想 卵炮什么时候出问题 它肯定是月经周期嘛 所以这个题目 我一看就知道选D 我就排除了选D 你就想啊 这十二指肠 已愚痴 啥意思啊 十二指肠里面堵的那些食物啊 那些个食谜啊 那些个胃酸啊 蛋白霉啊 你想 你要是躺着 仰卧着 也就是脸朝上这样躺着 你想 没有哪个病人说是腐痛的时候 能够很自然的仰卧位朝上躺着 仰卧位朝上躺着 人最舒服的时候 脸床上人躺着 四氧八叉的时候 最舒服的时候 他不行啊 他于是 他 他 他摊开了 水滴撒到桌上 他 晕开了 对吧 所以 他挤压 他挤压周围的这个内脏神经啊 所以 他仰卧也不行 他趴着 或者是呢 蜷缩着 他肯定就舒服 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错误的是谁 你通过排除 你也知道是D 就这种题目 他就是所谓的 内科医生的 临床思辨能力 知道吧 就是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分析问题 下级医生好看的病 我说过 他不给你看 他都是 他搞了一下子 搞不好 是不是 过核事 他拉脚伸了一下子 他发现这核弹不到底 所以他就喊上你医生 那你就上你医生 你要处理这个问题 啊 所以宵获得 你应该会延伸 脚伸出 也就标签了一下子